育朗岛计划新建一个营造生物多样性的储水池 受访的学者认为这有助于为育朗岛降温 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自然团体则表示 候鸟多了一个栖息或是觅食的地方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在育朗岛上 你新建的储水池位于美兰地路和美兰地道的交界处 占地近9公顷 当局计划在储水池饲养约1000条淡水鱼 包括孔雀鱼和曼龙鱼 水池四周所摘种的树木品种超过40个 在育朗岛上种树除了绿化新加坡之外 也有助于降低岛上的温度 这也可以减少空中的二氧化碳 减低全球暖化的影响 岛上的活动所发出的噪音、灯光和排气物 也有可能减少岛上的自然生态 在岛上的规划中 必须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以取得平衡 另外自然协会观察到 玉朗岛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 尤其每年9月到隔年3月 飞过的候鸟种类较多 发现到一些撞墙的鸟 就是鸟飞过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创伤不要太多事事 然后变成做一个公园的话 那就对候鸟而言那不是好事 因为候鸟它经过这边 它要的目的是它暂时借用这个地方 补充它的粮食 或者有些可能会在这边过冬 玉朗集团在上个月底 为具有景观和生物多样性设计的 储水池建造工程招标 截日日期为11月2号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